HELLO,大家好,我是Heddy 上兩個星期我拍了一條開箱片 很多朋友都很喜歡,很受歡迎 衣服是燒到大家含含的聲音 但也有朋友跟我說 他們平時上班是穿不到這麼隨意的風格 想我介紹多些小小兵團可以穿上班的選擇 所以就有今天這條影片 我真的有看大家的留言和聽你們的願望 所以記得訂閱我的頻道,按旁邊的鈴鐺 還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有什麼影片想看呢,告訴我 多人說的話我就會拍出來 今天我準備了6-7套 比較斯文,上班朋友,小小也可以穿上的衣服 也可以適用於不同的情景 首先就是我身上這件白色連身裙 它是做了一個新V的領口 但絕對不會過份暴露 如果在我身上大家都不覺得很性感的話 就絕對沒有問題的了 它是有一種姐姐輕熟Style 它的質地很輕透,有點像麻質 然後有些格仔暗花 特別是中間這裡摺上去其實很顯身材 大家如果沒有什麼肉地 就算比較扁平的女生 穿上去也不怕沒有看頭 後面做了一個綁繩設計 所以大家都不需要擔心沒有腰線 下擺方面做了一個小魚尾 所以多了一個優雅的感覺 上班穿連身裙真的很方便 完全不需要想怎樣配搭 除了連身裙之外 連身裙褲也是一個好選擇 不知道大家的公司 是不是都很喜歡 星期一早上 趁你們雲拍都未齊的時候 就去開會了 所以我會穿一些不打得都看得的衣服 一些比較西裝靚 但有少少風格 我覺得她適合小小 是因為她的腰帶位做得比較高腰 你知道我們腳是有限長度的 只要高腰就可以令到整個人看下去更加修長 然後下身做了一個半截裙錯覺 一片開發布裡面在庫里加 非常方便和適合 但平時開會都是穿著裙子 似模似樣 這款質地是一個有厚度的雪紡 我上過這麼多份工作 全部會議室都當人是雪條 所以通常每天要開會 我穿的衣服都會有少少厚度 有些保暖的作用 才不會一邊開會一邊騰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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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老闆娘會不會覺得我對老闆有非分之想 有這個誤會就不好了 所以我都會有些高領少少私紋款 去對應我的老闆娘 是不是立即純粱了很多 雖然同一個色系 但剛才連身褲是比較型格 然後這條連身裙是比較乖巧 剛才忘記了說 連身褲始終有麻煩的位置 就是去廁所要脫掉才可以順利完成 但連身裙永遠都是黃到非常舒服 非常方便 完全不需要配襯 這條好像很普通 都是前排一個扭 但其實前面和後面是可以反轉去穿 有兩個不同的風格 如果前面選了扣樓的話 領後會比較高 然後就會有少少腦背 看到背部的線條 後面會比較低 這條裙也不怕變水痛腰 因為它有條繩子 可以自己綁腰線出來 綁前綁後也可以 下身是比較貼我們的屁股 然後一路向下垂直 有少少的摺位 而長度就會去到我的小腿中間 這件衣服是比較素靜 但有時候都不想那麼花枝交線 想比較低調或是生理期的時候 想穿深色的衣服 大家明白了 就會有這些選擇 然後我身上這套 雖然是長袖襲衣服 但質地非常透薄 如果你公司都是雪櫃型 長期冰凍的話 這件就對了 它的型都非常漂亮 它是一件短版的襲衣服 然後大家也會看到底部 它是做了一個少少很粗 但不會很緊的設計 然後旁邊有一個層面 它是突顯到這個袖子 是特別飛鼠特別拋的 這件衣服的垂墜感 是做得很斯文很漂亮 質地是有少少透的 你會看到裡面的黑色內衣 所以平時就要穿上玉色會比較好 因為上身比較寬鬆 所以我就配了一條Pencil Skirt 把線條收回來 顏色就選了一個比較淺的橄欖綠格 整件會比較清新 這條Pencil Skirt後面是橡筋設計的 所以大家都不需要擔心腰位是立得很緊 然後有時預計到自己當日工作是會多走動 幫老闆出去處理不同事情的話 可以穿得比較清爽一些 通洞的上身衣服就是不宜之選了 這件衣服做了一個很大的荷葉 非常有趣 但整體感覺又不會很小 裡面我現在只穿了黑色內衣 讓大家看到它透洩的效果 平時我是穿一個黑色塑膠 然後它的通花是令到整件衣服都很通風 很舒服 然後它是有厚度比較挺身 但是不會焗促 可能因為通花的關係 整件衣服都是這個的花 而下身我搭配上次開箱的一條白色短西褲 整體會有一個很利落的感覺 就算它是大荷葉邊 拋拋就不會覺得很小朋友 是一種成熟的風格 大家應該有發現我常常穿短裙短褲 很少見我穿長裙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很難買 小粒仔一個不小心長裙就會拖地 所以今天我選了一條 我覺得真的適合小粒仔的長裙 上身這件白打背心上次才開箱完 我就不多說了 其實偷偷地我還訂多了幾隻顏色 然後下身這條就是我今天想說的長裙 說了它這個心肌位 大家看到嗎? 其實這裡是有一條繩可以縮上去的 那條裙本身是長一點的 但是它就是可以這樣把它縮上去 下面的下放就不會拖地了 大家可以看到縮上來之後 它是高過我的腳裸位的 完全不需要擔心拖地的問題 還有很多空間 來到最後一套衣服 想和大家探討一下Casual Friday 曾經我做過一間公司 是有Casual Friday這回事的 那我就想著星期五 Casual嘛 那我就背心短裙回公司 怎知道被人召費 原來他們的Casual Friday 是可以穿長牛仔褲 是我誤會了 但是如果你這間公司 不是那麼嚴苛的話 其實我覺得現在身上這一套 在Casual Friday的時候 是挺適合的 可以穿得嚴厲一點 但是都是比較斯文的 這件衣服是做了一個很飄逸的雪房質地 然後空前這裡是有Ruffle的設計 裡面是有吊帶的 所以大家不需要擔心肩膀會無止境地掉下去 還有它是一個長袖 但是我自己習慣會摺到中袖 然後就會在手肘以上 我覺得這樣穿是比較適合現在的天氣 它的Ruffle是一路打斜延伸到腰間 然後旁邊是有一個索繩位 自己可以調校一個腰線出來 就可以突顯身形 這樣穿出來沒有圍和感之餘 還可以遮套和顯手 好了 差了大家那麼久 今天終於可以分享我的小粒仔 上班適用ofi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其實今天有幾套衣服 都是來自之前合作過的品牌DESARGE 他們是自家設計、自家製造 很著重一些細節 所以質地很好 它的質量都非常不錯 上次跟他們合作完的衣服 質量都維持一個很好的水平 所以今次我也很有信心 選多了幾套衣服 讓大家參考 當然今次也會有觀眾優惠 用我的Discount錄單 就會有九折 而且他們的服務時間非常長到凌晨 所以有什麼問題都不需要擔心 一定要在辦公室才能找到他們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今次的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發布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下午三點和日下午十二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 其實我知道大家都很想我拍照 我配襯什麼鞋子 但處女做的潔癖 就是不容許家裡的地板 有些穿過的鞋子 踩來踩去 我有想過鋪地戰 但畫面又好像很和諧 我還未figure 應該怎麼辦 大家快點給我一些意見 集思廣益 下次拍Outfit的時候 我找到一個可以解決的方案 就可以拍整套衣服給大家了